那这个零操作系统之后啊 那下面呢咱们就先来 因为咱们今天设计到的都是一些命令啊 那么这个命令呢就得知道啊 这个命令呢 他一般的我们都叫做shell命令 那你得知道啊什么叫做shell 好 那咱们在基础班的时候咱们都说了啊 你打开一个中端 那么这个中端那就是这个黑窗口啊 那这样说你在你的这左侧的供应栏里边没有 那你怎么办呢 在乌兔图下面你点一下上面这个 搜一下啊 搜这个terminator 搜这个terminator这个单词 或者说呢你直接挑这个汉字终端 他有没有找到 找到之后你把它拖到你的主侧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 找到之后呢咱们打开 打开之后啊 这个窗口 它的名字呢叫做虚拟终端 它跟终端呢是不一样的 它叫虚拟终端 就是它模拟的是终端的行为 那么这个虚拟终端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跟用户进行交互 跟用户进行交互 那么有人说呢 什么叫交互啊 就是我有输入 它有输出 这才叫交互 那么如果说你你总是输入 它没输出 这才叫交互吗 对不对 那么 你想想你一个人你跟你同桌说话 你跟他说半天他不搭理 你不怼他吗 是不是 那么这个虚拟终端也是一样的 那我给你挑命令 你不给我回复 用它干嘛呀 对吧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挑一个LS 这是我们的输入 然后回车呢 相当于它会解析这个LS 解析这个LS 那么这个LS解析完之后 它就是LS 它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列表嘛 对不对 就把当前目标下面的内容 给我列出来 那所以说 这个 shell 它就会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工作 那么你需要知道的什么呢 需要知道这个shell是什么 这个shell啊 你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应用程序 它是在后排运行的一个应用程序 咱们给你大概的啊 画一个这样的图 那么假设说啊 这个红色的框呢 这是我们的终端 虚拟终端 那你在虚拟终端下面呢 你输入了一个命令 你输入了一个命令之后 然后你按了回车 然后回车是不是它给你回复啊 是不是啊 那不管是你输入的命令是对还是不对啊 那比如说我输入一个AA 他会提示我什么呢 他说我这个AA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解析啊 对吧 或者说提示我啊 这个AA软件呢 没有被安装 你输入命令之后 那下面按回车 谁就开始工作了呢 就是咱们这个shell就开始工作了 那你这个shell工作 它会做什么呢 shell呢 它会解析你输入的命令 它怎么解析呢 这你得知道啊 就解析虽然不需要咱们去做 但是你得知道它的一个工作流程 就是这个shell啊 就是这个小程序 它会拿到你的输入 比如说你输入了一个ss 这个shell呢 你按这个回车的时候 它就拿到了你输入的ls 拿到了ro呢 它会搜索环境被量 知道什么叫环境被量吗 什么叫环境被量 环境被量就是一系列的路径 就是路径啊 我们用入配置的路径 比如说我们在window下边 也有环境被量 那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 运动机 然后呢 属性 属性里边 有什么呢 高级设置 这里边有什么呢 环境被量 环境被量 这样你找这个 找系统的吧 咱们找一个 找这个pass 你看这个pass里边 它都是什么呢 是不是都是一系列的路径啊 所以我安装了 比如说我安装了Qt 那么我就把Qt 它这个什么呢 一些路径配到里边 那么这个Qt的路径 比如说把Qt的闭目路 闭目路里边放的是什么呢 都是一些dll 我把它配到这个环境被量里边 配到环境被量里边 有什么好处呢 什么好处啊 就是说呀 假设说我没有配置环境被量 我在找这个动态库的时候 比如说啊 咱们 我拿Qt举个例子 这些闭目路下边 有一系列的动态库 那么我在加载这个动态库的时候呢 我必须指定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我吸盘下边的 这个路径 那么加上你没有配置啊 你编入了一个ese 那么你只能什么呢 你把这个ese扔到你这个闭目路下边 它就能够执行 如果说你把它扔到你的桌面上 它也需要加载 这些比如说widget了 这些动态库 那么加载的时候 它又会给你报错 它又找不到这个动态库 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这个ese呢 它加载的时候 它找 它跟这个价入没有再同一进步路 它找的时候 它找不到 如果你配置了环境被量之后 你把你编着这个Qt的ese 在你操作系统下边 任意的位置去进行的话 它都能够跑起来 这是环境被量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 在另一边也有系列的环境被量 好 你看一下 这是home home呢 就是说我的加募路 看你这个echo做打印 然后到了服务 相当于什么呢 取这个home环境被量的值 最终都来的是什么呢 这个home开吻 对吧 你或者说echo pass 其实呢 咱们这个share 它搜的是这个pass环境被量 然后回车 错了 你看这是一系列的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 你看home开吻bin home开吻.local.local 然后bin 然后这个每个分号 分号之间啊 它都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它就是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 就是说这个咱们的试料解析 它为这个i的 每个路径啊 依次去搜索 搜什么呢 你跳了一个ls 它就会去 每一个目录下面去搜 搜第一个目录搜不到 就去第二个目录下面搜 第二个搜不到 去第三个 第三个搜到了 好 就不再继续往后搜了 好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 第二个第二个流程啊 就是搜索环境被量 就是搜索一些路径 搜到这个路径之后 比如说找到了 找到了我们输入的 这个命令 找到了之后呢 这个share呢 会帮助我们去 运行这个程序 啊 那么这是share命令解析器 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虽然不用我们去做啊 但是你得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啊 那么他搜到这运行这个程序之后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的就是在终端下面有对应的输出 啊 那么这是share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关于这个share咱们再来工作原理 你知道了 咱们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share 那么share呢 其实咱们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是在unix下面叫做share 为什么叫share呢 所以说这个unix诞生之后啊 一个叫做伯恩的人 当然了这个现在啊 这个哥们还活着 叫伯恩的人啊 是1944年出生的 那有70多了是吧 73了啊 现在这个哥们还活着 那么这个哥们呢 为了解析 为了方便啊 我们跟这个操作系统做交互 所以说呢 他就编写了这样的一个叫做share的应用程序 啊 所以说这个share呢 他在link下 他的全名叫做伯恩share 就是伯恩写的share 就是在unix下面的程序 那么后边 94年的时候 那个linix诞生之后 这个叫做伯恩的人呢 又对这个unix下面的share 做了修改 叫做batch 为什么叫batch呢 叫做伯恩 again share 那么这个a呢 就是again sh就是share 就是说这是batch 就说在link下面啊 咱们的命令解析器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叫做batch 但是好多 咱们还是称之为share 为什么这样称呼呢 就是因为好多link程序员呢 都是unix程序员转过来的 就是这样叫的顺口了 所以说就一直这样挫着叫下来了 但是你得知道严格上 我们如果像叫的话 应该怎么去叫 link下面的命令解析器就是batch 这个能能能理解吧 其实就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啊 就知道这个linix下面 为什么你挑一个命令 它就能够给我们做输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batch呢 它一直在工作 怎么工作呢 这个流程就是这个样子的 把这个掌握了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咱们 你要了解的第一个内容 那么下面呢 咱们再来说啊 因为你要 咱们要学这个linix命令 所以说呢 你需要掌握一些 操作share时候的一些快捷键 就是在这个中端下面 我们在挑命令的时候 对应的一些快捷键 那比如说 输入一个黑字锤 这个黑字锤这个命令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我们所输入的 所挑过的一些历史记录的命令呢 给我们做一个显示 这个显示能够讲述说啊 明天有这种需求 我要显示这个1994行的 这个grap 我想挑它 你想挑的话 你看啊 是不是它比较长啊 对吧 它比较长 这就比较麻烦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便利这个历史命令 怎么便利呢 这有一个快捷键 Ctrl P 我在讲的时候 像这些命令呢 下边跟着我去试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命令嘛 需要不了太长的时间啊 你要动手 你跟着 你跟着处着 那处着一会你就睡着了 这个命令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像咱们的程序 程序讲一个支点 需要讲很长的时间 但是这个命令啊 就动一下手的事 你跟着我去看啊 好 那我们一直Ctrl P 往上找 你看啊 它在我当前的终端下边 发生了什么变化 是不是每按一次 它就变一次啊 是吧 现在变成了A 然后呢 我再Ctrl P 这变成LS 是吧 我再Ctrl P 变成什么呀 ITL.A 是吧 是不是就是它啊 那么就是Ctrl P呢 就是变异咱们的历史记录 它是怎么着呢 从最后一个 就是从这个2000 从这个编号为2000的命令 一直向上去做一个便利 好 那么这是Ctrl P 那么对应的 向下便利呢 就是Ctrl N Next LS AA 就这样一个东西啊 好 那这是两个 那这两个呢 对应的还有 还有两个快捷键 就是咱们小键盘上的 向上键 还有向下键 其实这个我们一般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用这个呀 是不是 啊 这完全是一个偷偷习惯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呢 你 你觉得哪个用的顺手 就用哪一个就行了 这个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但是这个快捷键呢 希望大家呢 去 有针对性的 去记一下 啊 那么这两个变连历史记录 那么还有一个呢 那比如说啊 我输入了一个特别长的 输入特别长的一个字符串 那我需要移动装标 那移动装标 您说了啊这个向左向右的箭头是可以的 啊 那么现在呢咱们就说这个箭头啊 是什么呢 说一下快捷键 那么快捷键 比如说我现在的光标在尾部怎么移动到 往前移动呢 Ctrl加B Ctrl加B啊 那么这个B呢 就是Backward Backward就是向前 CtrlB就是向前移动我们的光标 那么还有一个光标向后移动 向后移动呢 就是Ctrl加F 啊 你按一下CtrlF 那么这个光标呢 就向后移动一个字符 这个F就是Forward 就是这个单词 一个搜紧 啊 一个向前 一个向后 好 那把这个光标移动 说完了之后啊 那下边还有 比如说啊 我现在呢 我要删除一个字符 删除一个字符啊 怎么删呢 咱们都知道 如果光标在后边的话 我按这个退格垫 它就能够删除一个 对吧 那么加上说 我光标呢 在中间位置啊 在中间位置 我现在要删除字符F 怎么办 怎么着 你现在按这个退格垫 你看能删除这个F吗 能删除吗 是不是不能啊 那怎么办呢 光标向后移动 然后再按这个退格垫 是吧 这个比较就比较麻烦了啊 因为什么呢 你按我们电查的CtrlD Ctrl加D 看啊 现在是不是这个S就没了 Ctrl加D 它是删除什么呢 删除光标后标的字符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 你需要了解一个概念 什么叫光标后边的字符呢 就是光标盖住的这个字符 因为在咱们这个中端下边 光标是比较宽了 是吧 光标盖住那个字符 其实就是光标后边的字符 反正这个概念啊 需要你去知道 知道之后 那你在后作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对应呢 那比如说啊 这个退格垫 退格垫啊 还对应一个快乐垫 叫什么呢 叫做Ctrl H Ctrl H 其实你还没有Ctrl H呢 跟按这个退格垫是一样的 好 那这是关于字符的删除 它是删除一个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还有这种需求啊 那么我现在呢 我要删除光标前标的 这个字符串 我光标前标的字符串 是哪一串啊 是不是这串啊 是不是啊 我现在要删除 怎么删呢 这个快线呢 叫做Ctrl U 好 现在前面就没了 到现在 比如说啊 我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要删除光标后边这一部分 删除光标后边这一部分 这应是什么 Ctrl加K 好 那么这是我们在 背景上面套做的时候啊 需要用到的一些 会计键 记住几个呀 一个没记住是吧 没事啊 你这个呢 你科西亚自己在 自己一定要啊 自己熟悉 多练一练 好 那我再带着你复习一遍啊 快捷键 首先是什么呢 便利历史记录 向上什么呀 向上 Ctrl加什么 P吧 向下 向下什么 Ctrl加N 啊 好 这是便利历史记录 那下边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删除啊 对吧 那删除的时候 我要删除光标 前边的 光标前边的字符 删除它们前边的字符是什么呢 B啊 什么Ctrl加B啊 我说删除 现在不是移动 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 代个Space可以啊 啊 然后呢 C T啊 Ctrl加什么 H啊 这两个都可以 那删除光标 后边 是吧 Ctrl加B 对吧 哎 你得知道啊 后边什么呢 光标后边的 就是光标盖住的这个字符 就是光标后边 啊 那这是一个 那还有什么呢 删除 光标前边的什么呢 字符串 前色字符串 这是什么呀 Ctrl加什么 U 那删除光标 后的字符串 什么呀 Ctrl加K Ctrl加K 那这是关于删除这些操作啊 把它记住就行了 那还有一个 光标的移动 移动 那比如说啊 向前 向前 向前什么呢 Ctrl加B Backward 向后 向后什么 Ctrl加F 其实还有啊 叫什么呢 再给大家说一个 就说你这个光标啊 移动到头部 光标移动到头部 就是Ctrl加上A Ctrl加A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比如说我现在 跳了一个串 然后现在我光标 让它迅速移动到头部 那你按下 Ctrl加A 它就移动到头部 啊 那么说我现在光标呢 我还让它迅速的移动到尾部 是什么呢 Ctrl加E Ctrl加E 这是两个快捷键 写一下啊 好 Ctrl加E 那么这些快捷键呢 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 必须要记住啊 你这个方便我们后边 方便往后边的操作 那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快捷键 其实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啊 我相信啊 你敲个命令的时候 应该会经常用 比如说我敲这个History 我不会拼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按这个Tab键 就是你按你键盘上的这个 TNB键 按一下 它就能够怎么着啊 快速的给我们做一个补权吧 是不是 那么接着说 我这个连这个HIS我都不知道 那我只知道 这个History的 它的打头是H 那你怎么办啊 按一次还行吗 现在 行不行 你用按了一次 我现在按了一次 是不是不好使啊 对吧 我需要按两次 那么按两次 它为什么呢 把所有的以H打头的命令 是不是都给我们罗列下来啊 是不是 你按两次啊 它会把所有的H打头的命令 给我们做一个罗列 那么你可以从下边呢 找找什么呢 你找到这个History 那么你看HIS 那么你再挑两个字符 HIS 你再按这个Tab键 再按个个补权了吧 啊 那么这是这个Tab键 它的一个使用 那除了我们在补权命令的时候 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需要 我们经常会用 就是我们在补权路径的时候 咱们都知道啊 你进入到一个路径 用什么命令啊 进入到一个目录里边去 CD吧 那比如说我要CD到我的加目录 Home下边的 Karen 那么这个Karen呢 我也不会拼了 那怎么办呢 你按下这个Tab键 是不是它也能够补权呢 对吧 我现在呢 我进入补权了之后 我现在按两次呢 你按两次 你看下边 它列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Karen下边的所有的公路吧 对不对 那就说现在你就 我们在进入到某个目录下边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记不住这个目录下边 都有哪些子目录 那也没关系 你看两次踏不见 是不是它就出来了 是不是 那如果说你这个公路的名字啊 很长 或者说你这个文件的名字很长 你记不住 也没关系 你只要记住其中的前面的一部分 然后你按这个Tab键按一次 它就能够快速的 给我们把这个补权了 好 那么这是关于Tab键 它的一个使用啊 你就必须把它记住就行了